COOCOO 打開我是洋晴 今天終於是我的第一支料理影片囉 我會把料理影片分成兩個種類 一個是我的留學生料理小教室 一個是我的洋晴料理實驗室 留學生料理小教室的話就是指我會在法國 用法國當地的食材來做一些 可能是台灣料理或者是我已經做過的料理 然後我覺得很OK 然後會用這邊比較容易取得的材料 畢竟留學生沒有什麼錢沒有什麼道具 所以會盡量簡化這些東西 讓大家不用花那麼多錢 然後可以煮出類似台灣的料理或什麼的 然後料理實驗室的話就是做一些 像是宅媽教我的食譜 不然就是我上網查到的各國食譜 不管是法式的還是我中式我沒有做過的 這些料理的方式都不是太正統 所以如果你是料理的正義魔人的話 你覺得看不過去的話就把視窗切掉 就不要在下面留言攻擊什麼的 畢竟人在外面真的很難取得一些食材 如果我煮出國外料理的話 我也不是那一國人 所以說我也不可能煮出一個正統的 我可以呈現就是 畢竟實驗室好吃不好吃 我會當作呈現給大家說 我到底煮的好不好吃 如果不好吃的話大家就不要學我這樣做 好的今天的首部曲就是料理實驗室 所以今天是實驗室 今天煮的料理是法式燉兔肉 我來這邊花了一年多我還沒有吃過兔子肉 然後我一在超市有看到 喔然後超市有看到我這一次有拍那個我去買兔肉的那個情形 然後我這次去的超市有點可怕 因為他把兔子的眼睛給留下來 所以我直接在上面就看到兔子的眼睛 我會把這個片段留在影片的最後 所以如果你不想看到的話 你在影片之後我會放一個黑色的字幕 你如果不想看你就趕快切掉 然後如果你還想繼續看那個眼睛的話 你就繼續看下去沒有關係 我這個人是覺得蠻可怕的 有些超市他會幫你把兔子剁成一塊一塊的 所以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去料理他 你就不用自己剁兔肉 或是看到一些你不想看到的東西 好首先我們要看怎麼料理兔肉呢 兔肉當你買回來 我是請他幫我剁成一塊一塊的樣子 先用清水清洗兔肉 因為他幫你處理完之後 他是沒有用水清洗的 所以你回來的時候還是要用水去清洗他 接著把它放進碗或是盤子裡面 我要醃它 我在網上看到食譜是沒有醃漬的 可是我有醃 我加了一匙的鹽跟一匙的胡椒 然後攪拌一起 喔我今天買的兔肉是一隻 整隻一隻 所以這一鍋應該可以餵很多人 好在你醃漬兔肉的同時 我們就先把它放旁邊 我們來切其他的配菜 配菜的話看你喜歡什麼你就放什麼 其實沒有特別多的限制 像是我今天放的就是蘑菇 馬鈴薯還有紅蘿蔔 如果你喜歡像是花椰菜 或是洋蔥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放進去 就是看你喜歡什麼就放什麼 沒有特別的限制 我把蘑菇跟紅蘿蔔切得很細 因為我想要把它燉得很軟 因為阿宅 雖然阿宅已經跟我表明說 他不會吃我燉的這一鍋兔子肉了 可是他有時候會吃紅蘿蔔 可是他的紅蘿蔔很龜毛 他一定要燉得很軟 他才願意吃 所以我就把紅蘿蔔直切 如果你要用滾刀切也是可以 可是他會燉比較久 如果像是法國人的話 法國人都是切直的 然後切得很小片 馬鈴薯的話我是削皮之後 我把它切成四等份 就是橫切跟直切 切成四等份 因為這樣到時候燉煮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花時間 好現在就可以開始料理我們兔肉了 首先我們先買個鍋子 如果你是像平底鍋也是可以啦 可是這樣兔子應該就沒有辦法放太多 我準備個燉鍋 然後我開大火 我加一匙的油 配一匙的奶油 這樣子 覺得油的用量比較不多 畢竟奶油比較貴 然後奶油充分融化之後 我們就把兔子肉移到鍋子裡面 可是我沒有把內臟放進去 我只有把兔子肉放進去而已 然後煎到兩面都是焦黃色 因為鍋 欸兔子太多了 所以我就把鍋蓋蓋起來燜一下 才不會有些地方熟 有些地方沒有熟 煎到你們覺得差不多了之後 就是紅紅的地方變比較少的時候 或是看不到紅色的地方之後 我們就把蘑菇給放進去一起翻炒 蘑菇炒軟之後 我們要放入兩湯匙的麵粉 不要問我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看食譜的 我猜這樣子應該是可以讓後面的味道 直接扒住兔子肉 或是讓醬汁更濃稠吧 這個時候我就會把內臟也一起放進去 跟麵糊一起翻炒 把麵粉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就放入半杯的白酒 我覺得酒這個東西是要看個人口味 如果你喜歡它酒味重一點 因為其實煮到最後還是會有一點酒味 如果你不喜歡酒味的話 你可以放更少 或者是不放 或是放一點點 或是你想用其他酒的取代也是可以的 你不需要放到半杯 而且它要放的話是放白酒喔 不要放紅酒 因為它不是紅酒的牛肉 白酒的話就沒有特別的限制 你可以去超市買到很便宜 一瓶大概2歐到3歐 然後可以喝很久 或是你煮完之後就可以拿來開Party 反正那一鍋兔子都也吃不完 那我今天用的白酒呢是 我們家臭宅買的貴貴的白酒 然後他沒有注意到我拿來做料理 結果等他轉過頭的時候 我已經把料理的瓶帥給掰斷了 哈哈哈哈 他上次跟我說那個很貴 叫我不要拿來做菜 接著就是加水進去醃過食材 然後再把紅蘿蔔也一起丟進去鍋子裡面 如果水還醃不到食材的話 就再加多一點 如果你的水醃不到紅蘿蔔的話 記得再加更多進去喔 接著就是蓋上你的鍋蓋煮20分鐘 記得轉中火喔 剛剛一直都是大火 記得轉中火 20分鐘過後打開你的蓋子 把你的馬鈴薯也丟下去一起燉 接著再繼續蓋上蓋子轉小火 繼續燉煮到它軟為止 大概是30分鐘左右 30分鐘過後你打開你的鍋蓋 接下來就是最後的重做了 調味 因為我們前面有醃漬 所以它其實它的湯會有味道 你就是調了你自己覺得適當的鹹度 或是調味 你自己覺得OK了 你就可以等它 如果它湯還是很多的話 你就打開蓋子 不要蓋起來 就是等它收汁 在我看的食譜之中 他們會把醬汁再加一點鮮奶油進去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實在是太肥了 那你就不需要加鮮奶油 像我這次我就沒有蝦鮮奶油 再來就是 開動了 開動了 長這樣 好 現在開始試吃囉 這是我連身第一次煮這個 我真的不知道好不好吃 好 就這樣 先從馬鈴薯開始 以醬來講 很好吃 這是兔子腿 我燉得超軟的 我覺得你如果眼睛閉起來去吃的話 你應該吃不出來是兔子肉 就是它這個兔腿跟雞腿味道 就是口感很像 可是如果是兔子胸口那邊除了兔腿之外的話 我覺得它的纖維感比較多 就是它比雞胸肉更一絲一絲的感覺 我現在這邊有兔子肝 先來吃一下兔子肝 吃不到膠 兔子肝跟雞肝還有豬肝比起來的話也是稍微比較硬一些 就是 就它一樣是兔子 它不是軟爛 它是有嚼勁 有一點硬度的那種感覺 如果你也是在法國留學中 不妨可以揪一下你的同學們 大家一起來燉運鍋法式兔子肉 來嚐嚐看看 畢竟你們人都在法國了 這是法國文化不是嗎 哇